除了上海之外,北京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传播 你看内地短期内会否再进一步推出一些促进消费的政策 以及内需股,如果刚才说到现在都是一个股份 都是一个吸纳的情况之下 内需股又是否应该在一个watch list 上呢? 都是的,但是要小心一样东西 就是说,譬如你说现在内地出的政策 刚刚国务院出的20条关于促进消费的措施 都有很多就不是今时今日才说的 就是很多在过去那一年都不断提 譬如关于家电下乡、汽车下乡 鼓励大家买一些新能源汽车等等 甚至乎你说取消一些城市对于汽车的限购 这些的措施就不是最新的一些方法来的 就是过去那几个月或过去那几年 都不断是拿出来用 那所以在那个成效上面 就未必说真是叫做好大主 那但是无论如何都可以看到 就说内地政府现在都希望就是 透过一些的政策面呢 就谷整个内需消费 那么信心上面希望可以体振回 但是单靠这些政策就不够了 那都要留意另外两个因素 那譬如第一个就是内地疫情 刚刚你啊Wendy你都提到了 始终现阶段在上海啊 之前深圳、广州、北京这些都叫做一线城市呢 都是连续啊 先后那样是有个疫情的爆发 那封控那个程度也都不断是收紧 比如上海到现阶段呢 都未说完全是可以解封 那所以在这个月来说 出的那些零售销售的数据呢 就一定预了差的 那甚至乎你说去到五月初、五月中 是不是说即时能够可以扭转回呢 那那个的机会都不是说真是那么高 那如果你说整个城封了 那些店铺都开不了门 或者大家都出不了街呢 你派多少消费券 或者你是给多少补贴 多少政策呢 可能那个的成效都不是特别高 都是事倍功半 那反而如果你说 接下来疫情能够控制得好一点 那譬如我自己都预期 可能就是经过大规模封控之后呢 上海应该可以在五月中左右的时间呢 应该可以慢慢解放 这个疫情是有机会可以是放慢回来 那至于你说整个内地那个是 就是防疫的政策 始终都是会不会有机会有些的调整呢 那根据近期一些官媒的说法 或者他们的头版呢 都是很大字标题 就说防疫与发展呢 是要防止故事失彼的 那就是说到明就说你防疫重要 那但是同时间呢 都要保持回经济 不能够说真是偏重了在防疫那边 但是令到经济有很大的崩溃 那完全是不能够容许 那所以我都相信在现阶段 防疫那个政策当然都仍是紧 那但是随着你说 譬如现在内地都会考虑 可能引入伏必钛疫苗啦 希望就是加强一些人接种的比例啦 那所以有机会去到下半年呢 慢慢是会是鬆绑回 或者疫情的影响可能会减低回 那所以你说现阶段买消费股 就不是单单炒政策的 而是炒回下半年内的疫情 会不会有回反转 政策面上面 防疫那边 会不会有机会有回调整呢 那我觉得都是有这一个直播率 那当中譬如刚刚提过一些车股啊 一些的家电股啊 或者可能一些运动用品股啊 一些啤酒股呢 那这一堆呢 其实都是很受疫情影响的 如果你说来着疫情慢慢过去 内地再加上一些财政政策来刺激呢 那到时候这类型股份 就有回一个所谓追落后的空间